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花花世界,我们来聊聊吧系列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彰化的教育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花花世界的频道呢 主要是分享我作为一个听力障碍者 在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可是呢,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带动大家去聊一聊 一些比较大众话的话题 所以才开启了这个我们来聊聊吧系列 那其实今天为什么我想要去聊一聊彰化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呢 是因为呢,我前几天在YouTube里面的一个视频 看到新闻报报看和低清之间的访问 如果你没有听过新闻报报看或者是低清的话 新闻报报看呢,它是一个YouTube的频道 专门去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或者是脱口秀的方式 去报道马来西亚的熟悉新闻 而低清呢,是一个团体会去借一些公司的业配 然后去拍一些生活类的影片 那他们呢,时不时会在他们的影片融入一些彰化 这引来了一些观众的分意 说他们会教坏小孩子 所以呢,在这个访问里面呢 新闻报报看就问了低清 关于这个观众的批评 他们有什么看法 那这一问呢,其实有点启发到我说 诶,我们马来西亚人好像从来都没有去认真的看待 没有去认真的讨论脏话的教育这一个话题 每次有小朋友说脏话的时候 长辈们都会用非常严厉的方法 非常严厉的态度去教训他们 去鞭打他们说 不能说脏话,不能说脏话 可是我们却很少的坐下来 以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 一个比较认真的态度去教导小朋友 为什么不能说脏话 在这里呢,我们再全部去讨论一下 低清把脏话融入他们的影片里面是否正确 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们能够阻止低清在影片里面说脏话 其实也不能够阻止小朋友去接触脏话 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 你想想看啊 就算小朋友不从youtube里面学到脏话 他们其实也可以从电影啊 朋友啊 甚至是如果他们是文艺青年的话 那其实也可能从小说里面接触到脏话 所以其实有一点我蛮认同低清的说法就是 脏话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不去教导小朋友如何正确的去看待脏话的话 那脏话迟早都会从旁门左道的去接触小朋友 旁门左道是这样用的吗 那废话说了那么多 我的观点是如何呢 我个人觉得呢 说不说脏话其实有点像是挑选我们的服装 优雅的语气标准的语法 一个没有脏话的对话呢 就好像是在穿一线西装 或者是穿线晚装 而粗暴的脏话呢 就好像是在穿内衣或内裤 所以啊在公共场合上啊 比如说学校 商场 shopping mall 或者是甚至是在媒体里面 我们都应该要去选择适当的晚装 避免脏话 而有时候呢 如果我们只是和几个猪朋狗友啊 一些比较轻的朋友 大家都非常了解彼此 都知道对方不是一个坏人 那说脏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碍 毕竟脏话呢 不只是羞辱的成分 他有时候也会带有一些搞笑 或者是无厘头的成分 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灌输给小朋友的概念呢 就是脏话你可以听你可以学 可是你绝对不能乱乱说 最重要的是要看场合 对象的备份 甚至是对象的家庭背景之类的等等因素 而如果要去摸清这些因素来选择要不要说脏话 其实这一个蛮需要一些时间的磨练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比较建议小朋友不要说脏话 等你们成年了过后你们再自己去决定要不要说脏话 它会非常大的程度影响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然后你就会可能错过一些事业上的机会啊 学业上的机会啊 感情上的机会啊 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上的机会 所以啊在这里其实我们是蛮感谢滴亲的 因为他们有点像打了我一巴掌 点醒了我以后要怎样去教小朋友正确的看待脏话 可是呢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以后的影片里面 去灌入正确的彰化教育 毕竟他们的影片里面有很多都是小朋友嘛 好啦以上就是我对彰化教育的看法 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或者是喜欢这个我们聊聊吧系列 就点赞订阅我的YouTube小红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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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